巴黎奥运吸引了很多日本民众的关注 但是时差的关系 很多人得熬夜看比赛 隔天上班上课自然就没有精神 但是没有想到引发了一些商机 像是提神饮料的业者说 日本代表队出赛之后 隔天的业绩就会明显的增加 还有餐饮外送业者推出了派对应援套餐 抢工商机 另一方面 上一届东京奥运的主场馆 还有奥运博物馆附近 吸引很多人参观拍照 感受奥运氛围 对着电视荧幕拍手欢呼 巴黎奥运登场 因为时差关系 日本大多民众选择在家看比赛 平日是夜9时至1时 周末是眠着2時30时 年不足 但是在中途中达成了 眠着也要努力 民众和家人朋友一起开趴 熬夜看比赛 一边吃吃喝喝 一边关注赛况 餐饮业也看准商机 推出应援派对套餐折扣优惠 日本家电量饭店也预估 大多数人在家看比赛 电视销售将随之成长 还有熬夜造成隔天上班疲惫 提神饮料业者也表示 日本站隔天的销量明显成长 根据日本民间单位试算 这次巴黎奥运在日本国内 将带来2560亿日元消费商机 比上一届东京奥运还要高 巴黎奥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那么上一届东京奥运的开幕主场馆 还有奥运博物馆周边 也吸引不少人前来参观 搭上这一股奥运热潮 巴黎奥运在日本国内 巴黎奥运的奥运 巴黎奥运的奥运的奥运 大多数人在比赛 这些奥运的奥运的奥运 来到这些奥运的奥运 这些奥运的奥运 非常有趣和特别的奥运 虽然巴黎奥运运 远在地球另一端 但不管是在电视机前熬夜 或是出门参观相关设施 都不难感受出 日本人封奥运的程度 环运新闻时数号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股民的心脏要够大科 上个礼拜全球主要股市 历经2%到4%的跌幅 费半指数重挫超过10% 金融学家分析 日本的利差交易 出现结构性改变 导致了这一波全球资金 大逃杀的戏码 瑞银更提出警告 过去两年 日本股市强劲 单纯是因为日元非常疲软 这几天日元强生 现在买进日股 如同去接掉下来的刀子 日股在经历历史性暴跌后 6号强谈11% 日经225指数期货 早盘更向上触发熔断机制 同时日元对美元汇率 在开盘后只身回贬 便幅扩大到1% 此前日元已连续升值5天 而回顾近期惊动 全球的黑色星期一 专家认为元凶 跟日本央行推动升值 导致利差交易瓦解 脱不了关系 日本央行推动升值 刚好时机又在美国联准会 暗示9月将讨论降息的时候 此时美国利率下降 日本的利率上升 导致交易员认为 利差交易将面临终结 股市出现抛售潮 从而引发连锁效应 上演全球资金大逃杀的戏码 由于市场预期 每日利差缩小 导致日元套利交易大量平仓 最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到145日元 创下7个月以来最高水准 然而日元的走强 也削弱了贸易公司 和出口业者的竞争力 给日本股市带来压力 对此瑞银警告 过去两年日本股市强劲 纯粹因为日元非常疲软 对投资人来说 可以借日元兑换成利率较高的货币 但是如今日元强生下 现在美金日股 如同接掉下来的刀子 抛售将会继续下去 如今日本央行 因为最近推动的货币紧缩 引发日本股市的历史性暴跌 美国投资人受到惊吓 并加剧了全球市场的动荡 遭到外界批评 专家认为面对糟糕的经济数据 这可能使日本央行更为谨慎应对 9月或10月的升息计划 也有可能遭到搁置 环宇新闻吴光辰综合报导 一场中东战火恐怕在所难免 俄罗斯国安理事秘书长肖伊古 正当中东局势紧封之际 拜访德黑兰 而且应伊朗要求提供 俄罗斯制的雷达跟防空系统 另一方面准备协防以色列的美国 先后打击多个胡塞叛军的 无人机系统 都会让中东局势不断升温 普丁的亲信之一 俄国国安秘书长肖伊古 5日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分别会面了新任总统裴泽斯基安 以及伊朗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巴格瑞 美国国务院表示 不清楚肖伊古访一的目的 但据伊朗媒体透露 俄国已经答应了伊朗的要求 将先进雷达跟防空系统送往当地 这恐怕也表示 伊朗正赶着做好一场大战的准备 而除了派出航舰打击群 支援以色列的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驻军也都充满危险 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贺锦利 以及国务卿布林肯都在5日 接受了国安顾问的汇报 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 也公布他们在4日至5日间 对造成美军威胁的 胡塞组织无人机存放据点攻击 共4套无人机系统 以及1艘无人船遭到击毁 同时美国仍在向伊朗释出 克制反击行为的讯息 另一方面据一间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在哈尼亚被杀的几个小时内 数名美国官员秘密抵达伊朗 传递了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 向伊朗透露的4个讯息 1是美国不知道刺杀哈尼亚的计划 2是告诉伊朗别掉入纳泰雅湖所设的陷阱 3是美国愿意解除部分制裁 回到核协议谈判 4是美国愿意提供涉嫌杀害哈尼亚的 10名摩萨德特工名单 报道中表示美国外交官 正在用尽全力避免冲突扩张 哈尼亚发言之综合报道 再来要带您关心 代比飓风直扑美国佛罗里达州 目前已经降级为热带风暴 但是移动的速度缓慢之下 还是造成了当地不少的灾情 目前已经有5人死亡 而对此佛州州长迪尚特 也已经宣告61个郡进入紧急状态了 那接下来的几天 包括乔治亚州南卡和北卡 也都可能遭遇代比风暴引起的灾害 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地时间5日 在高速公路开车的驾驶 几乎看不见眼前道路 因为一级飓风带比已经登陆当地 虽然在登陆不久后减弱成了热带风暴 但好与威力依然不容小觑 尽管佛罗里达州州长迪尚特 在代比还没有登陆以前 便已经宣布 州内67个郡的61郡进入紧急状态 仍有帆船在附近海域航行 索性船上两人都获救 不过在一些地区 遇到累计30公分的余量下 佛罗里达州内也不幸地发生了一些死亡事故 例如一对母子在洲际公路开车打滑后不幸身亡 在州内的圣彼得堡市 还有民众看到碾鱼被风暴冲到路上 虽然风暴才刚登陆就已经造成不少破坏 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 未来几天恐怕还会有更严重的灾情 在气候变迁导致气流风速变慢下 飓风和热带风暴越来越常有行进速度变慢的趋势 因此位在代比路径上的乔治亚州 与南北卡罗来纳州都正在急忙准备应对严重水灾 欢迎新闻发言之日 综合报道 近孟加拉发生政变 整个示威大失控 造成超过300人死亡 执政15年的女总理哈希娜忽然请辞 潜逃到印度去 孟加拉的陆军参谋长萨曼宣布 要成立临时政府保护民众 孟加拉民众们将孟加拉第一任总统布拉曼的人像 套上绳索并企图将人像斩首 因为她的女儿哈希娜四日镇压示威 导致一天超过90人死亡后 终于失去军方支持 请辞总理职务并逃离孟加拉 在五日得知总理走人的消息后 孟加拉街头上积满了庆祝的民众 而没人看守的总理官邸 则遇到大批群众翻墙进去 并将建筑内有价值的物件洗劫一空 而在全国电视的转播下 孟加拉陆军参谋长萨曼 告知全国自己将会主导 临时政府的组成 并会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而在军方宣布组成临时政府后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欢迎这个决定 同时敦促政府交接过程 符合孟加拉的法律 上个月开始 公务员直缺配额改革示威 酿成了累计超过300人死亡 而在今年1月 当选连任的哈希娜 已经被控不公平操纵选举下 即便政府取消改革 而仍然难惜要求他请辞的声浪 最终导致他搭乘直升机逃往印度 欢迎新闻发言之中和报道 金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之死 再度燃起中东战火 真主党跟夜门叛军等武装团体 是组成了伊朗所谓的抵抗轴心 针对以色列拉开战线 目前美国 英国 法国 土耳其 多个国家都已经敦促公民 离开黎巴嫩 同时美军驻伊克阿克的基地 最近遭到了四枚的火箭袭击 传出有多名美国人受伤 夜晚警铃大作 原来是离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就在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遇袭身亡后 除了伊朗 中东地区多个武装组织 也誓言报复疑似凶手以色列 最新传出离巴嫩真主导 朝以色列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 而声称没有牵涉哈尼亚之死的美国 也传出在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遭到火箭攻击 传出有多名美军人员受伤 时机敏感 而在离巴嫩民众也感到担忧 离巴嫩的海滩旁 还是有人正在度假 然而中东的战火似乎已经点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向G7盟友表示 伊朗与离巴嫩可能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报复以色列 对此约旦外长前往伊朗 美国也赴中东斡旋调停 离巴嫩的贝鲁特机场也出现许多大包小包的旅客就怕情势升级 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以及中国等多国 以敦促其公民离开离巴嫩 如此同时伊朗当局伊朗坚持续立场 中东情势升高为了因应伊朗及离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陆续在中东部署更多战斗机和军舰 以此加强防御 不过伊拉克的局势则相对复杂 同时存在美国伊朗支持的势力 自从去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 巴格达当局一直在努力控制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这些组织已多次袭击巴格达和驻扎邻国叙利亚的美军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也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交谈 布林肯要求对方协助说服伊朗减缓对以色列的报复 从而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环与新闻吴光辰综合报道 事实上最近有好几家跨国科技公司纷纷打起专利战 上个礼拜又传出在美国德州有一家刚成立两个月的公司 竟然向法院起诉台积电 他们说台积电侵害了公司七项持有的专利 但是台积方面回应 这就是遇到专利蟑螂 台湾的联发科跟中国的华为打起专利诉讼战 现在就连台积电在美国德州也面临专利诉讼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指出 这家简称为AICP的德州公司 在这个月一日向德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台积电 指控台积电的产品侵害了一系列AICP所拥有的半导体专利 根据所提交的诉状内容台积电涉嫌侵犯了七项由AICP所持有的专利 这些专利包括了半导体的构造及制造方式 这些技术是用来制造电脑晶片移动设备等等的电子产品 而且诉状还进一步指控台积电不只侵犯这些专利 还间接促成其他厂商的侵权行为 台积电的客户像是高通、英特尔等等这些公司 进口这些半导体产品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再把他们的半导体设备出售给苹果和三星电子等等的制造商 诉状还声称从2012年以来台积电就已经知道这些专利的存在 但还是继续故意侵权 AICP在诉状中要求禁止台积电继续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 并要求合理的权利金赔偿 那这个凭空冒出的公司是何方神圣呢 怎么会在台积电之前就已经取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专利权 目前网络上的公开资讯很难查到跟这个AICP有关的相关资讯 根据德州州务卿办公室的资料显示 AICP这家公司是今年6月12日才在德州申请了企业成立认证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在两个月前才正式成立 不过根据日本松下电器的一篇新闻稿指出 松下半导体业务在2020年就转移给台湾的半导体公司新唐科技 这个新唐科技又在今年6月29日将25项专利转移给了AICP 接着AICP就在获得专利两天之后向法院提出诉讼 不过台积电这边针对这件事的回应表示 这个案件就是由俗称为专利蟑螂的非专利实施实体 所提出的典型案件 台积电还表示自己是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领导者 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独立开发领先业界的专利技术 将会透过司法程序捍卫自己的技术资产 以上就是这节的欢迎大话题 台股创纪录暴跌又让经济部长郭志辉失言了吗 他在昨天才说这是全球股灾 大家要有所准备 不但让在野党痛批没有作为 连自家立委都说应该要谨慎发言 今天他再度面对同样问题 他改口说股市的部分不是自己的业务 没有研究不便发表意见 而台股出现反弹 也让股民关心这国安基金是否进场 但专家认为还不到国安基金进场误盘的地步 我不是这个金管会的主管 我其实股市的部分不是我的这个业务 那这个股市怎么样反映 我个人是没有研究 所以不便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难道是怕了吗 经济部长郭志辉也被问到5号台股惨叠 直说美言咒 不过前一天他话可不是这样说 全球股灾 我想这个大家要有准备 这个是景气循环的一部分 就是这句话被批外行 让民进党立委更要郭志辉谨慎发言 毕竟全台股民惨兮兮 赖政府只有信心喊话 却没有半点稳定作用 不过外界也好奇台股出现反弹 是不是国安基金进场了 通常国安基金进场有一个条件 它可能都跌了一大段 这一次最多最多跌幅 差不多接近两成 你看每天的成交量都六千多亿 这么旺盛的成交量 好像也不构成市场 是不是有过度的 没有活络的这种状况 要出动国安基金可是有严格条件 像是国家面临重大军事政治威胁 或是外国对华政策有重大不利改变 以及外资有大幅净撤出 而这波反弹恐怕跟国安基金关系不大 外资它就开始翻多了 像昨天卖了700亿 结果指数大跌 今天指数大涨 结果外资回头买244亿 外资开始回头 但是不是处理信号 恐怕还是要持续观察 不过台股创纪录崩跌 又让经济部长成为焦点 欢迎新闻吴荣与庄品达 台北采访报道 近日绰号151的艺人 林彦均和越野车国手老公江盛山 阳光人设大翻车 江盛山遭爆料 侵吞学生家长的赞助费 遭到起诉 另外还被投诉 2021年担任自由车委员会主委期间 涉嫌卫造训练记录 向市府盗领补助费90万元 搞怪问答 互赞对方优点 一人林彦均与丈夫越野国手江盛山 合体上综艺秀恩爱 欢乐氛围满满 然而近日江盛山因涉嫌 侵吞学生家长的赞助费 遭到起诉 2万块是我小孩子在那边 两个半月全部的吃饭费用 但是你江盛山在里面 他都不出来辩解 然后就任由他们那些 车友啊 网友啊 一直在霸凌我跟小孩子 卫姓当事人表示 2019年儿子在加拿大训练时 担心儿子营养不均衡 汇了2万元餐费 给在当地比赛的江盛山 没想到全被私吞 另外江盛山更被调查出 2021年担任越野赛主委 负责培训 疑似伪造文书却不办事 向体育局盗领14次训练工费 奖金加补助总共90万元 江盛山在14天的集训里面 都没有训练选手 总共有11位选手 包含江盛山 那其他的选手 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被冒陷了 那因此已向该会 追回集训费36400元 那另外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体育局会配合后续相关的调查 目前江盛山的主委职务 已经被拔出 只是接连涉及社会案件被曝光 让原本形象阳光的 这对夫妻党人设大翻车 欢迎新闻 陈明晏住家宋王悠阳 桃园报导 凯米台风过后 重灾区高雄市三明区 累计超过有1700件的 淹水房屋提出申请 另外美农区还有岗山区 也有超过1000件 但是现行的房屋补助条件 必须是要符合实际居住 像是店家还有组错 恐怕是没有办法申请 这样的条件限制 也让灾损非常惨重的商家大喊 太不公平了吧 好几代的名品茶叶如垃圾一般被丢在路边 老板一一盘点台风灾损 丑容满面就怕领不到政府补助 位在高雄市三明区一间纯物美容店 墙壁几乎一大半掉漆 杀座也都需要整组换星 卡米台风清台南部遍地惨况 家家户户损失惨重 想申请未住金却没这么简单 高市府与中央针对这次凯米台风 寄出的房屋补助 以淹水50公分为分水令 如果淹水超过50公分以上 市府加中央总共补助3.5万元 低收集中低户则是补助4.5万元 那如果是淹水未满50公分 市府也有补助5000元 低收集中低户则是由政府与中央 共同补助1.5万元 然而这些补助商家业者 似乎都无法申请 住商合一又该如何计算 此外平时无人居住的组措 因为没有实际居住 要申请未住金 恐怕也会卡关 那种就没有 不只是主措 后来一般房子也很多人都没有在住了 都荒废掉了 灾害救助中央地方大方加码 但食物上却有诸多限制 不免让民众对政府的美意打上问号 欢迎新闻林伟凯 宋军医 刘备奥高雄采访报导 各位朋友晚安马上带您关心了 您最近有出国吗 疫情后台湾人风出国 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了统计的数据 说2023年台人出国将近1180万次 旅游总支出破了7134亿元 不过外国旅客来到台湾只有648.7万人次 交费额大约是2698亿元 去年旅游逆差达到了4436亿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今年的首季也再度出现了逆差 出国人数将近400万人次 而入境的人数只有205万人次 其中我国赴日本的人数较来台的人数逆差 高达了113万人次 为我国的观光人数逆差最大的国家 预期今年台日的观光客逆差的状况 可能会刷新记录 而今年的民众的出国状况 又以2月为高峰了 单月就来到139万人次 对比去年同期的65万人次 增加的幅度高达了514% 而且根据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 第一季出国的人数还不是最高的 第二季过后还会持续的增长 尤其暑假过后 更将迎来一波出国的旅游高峰期 可预估今年国人出国的旅游热度 应该能够超越去年 其中国人出国最爱的国家 依然是以日本为第一名 今年第一季国人赴日旅游人次 高达147.9万人次 远比第二名的中国 61.1万还要多出了86.8万人 再来第三名则是南韩 也有30万人次 第四则是以黑马之资出现的越南 来到29.8万人次 第五则是香港28.6万人次 只是观光署定下了 今年1000万旅客来台的目标 这个月过去了 却连一半都没有达到 其中有不少的观光业者都说 陆客减少来台就是一大的损失 而观光局原本估算了 陆客大约会有200万到250万人次 无法来台 扣除后剩下950万人次 从数据上年明显的看出来 两岸观光迟迟的没有解禁 陆客来台的人次是明显下降的 今年第一季中国来台的观光人次 只有9.8万人 远比菲律宾 泰国还有新加坡来台的人数还要再更少 不过目前两岸观光旅游重启似乎还是困难重重的 先前行政院也通过两岸观光方案 暂时的松绑禁团令 而针对增加观光客的部分 还有加强振兴的花东观光 小东部门李莫彦也说了 观光署正在严拟方案 预计8月起就会陆续的推出国际客来台的机票 买2送1 买3送1或是高铁买1送1 另外国际客到花莲也将补助美团3万货到5万元 毕竟花莲观光受到了403地震重创之后 近日又接连受了凯米台风的影响 让花莲的观光备受考验 而国际旅客以为台湾地震后还是很危险 很多团客各自由行都取消了 接下来观光署需要祭出强新增来抢救我国的观光旅客人次了 不过至于今年的观光人次是否能够有机会达标呢 李莫彦就说了 通常每一年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国际客会比上半年多10% 所以截至6月应该至少要有450万人次 但今年截至6月只有380万 还有差距 但现在零月底年底还有5个月的时间 所以目标还是不变的 还是朝1000万来迈进 不过它也坦年了 台湾过去确实都被认为每个夜市都卖差不多 每个城市都有老街 而且产品都相去不远 现在全国13个风景区管理处跟地方政府组成18个观光圈 发挥在地特色 希望可以为国旅增添一些些的活水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父亲节快要到了 你已经想好又送爸爸什么礼物了吗 或是你们打算要去吃什么好料呢 究竟爸爸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还有他们在上班有什么心里话想要说 马上带你来看了 职场爸爸今年最期待收到的礼物 在可以复选的状况下 前五名分别是 第一名是现金 还有国内旅游以及智慧型手机 跟出国旅游占的30.9% 不过相反的 今年最不期待收到的父亲节礼物 在可以复选的状况下 前五名分别是第一名就是茶具了 有34.9% 再来是微整形的服务 有33.8% 还有的就是领带32.4% 以及皮带31% 跟送他西装30% 您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究竟有没有踩到雷 不过在工作上带你来看了 根据调查 职场爸爸每天实际投入工作的时间 平均为10.4个小时 上班日与小孩相处的时间 平均不到60分钟 有高达9成2的职场爸爸都担心 中年会失业的问题 比率是创了11年来的新高 这场爸爸们担心失业的原因 在可以复选的状况下 主要依序为第一个 就是缺乏专业的技能 高达了73% 再来是因为年纪造成的职场歧视 有68.2% 再来是升迁卡关了 53.8% 还有如果公司裁员倒闭 或是遭到并购的话 也让他们很担心 所以有50.6% 或者是外语能力还比较差一点点 有43% 而有高达41.2%的职场爸爸透露了 目前不属于双薪家庭 等于是他们自己一个人就需要负担家计 他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而其余呢 58.8%的爸爸属于双薪家庭 利盈败现在也有收入 但是更无奈的是职场爸爸平均长达5年没有加薪了 多于去年调查的4.8年 更创下了11年来的行高 其中呢 甚至有15.8%的爸爸透露了 属于10年以上都没有调薪了 调查更发现 还有6成7的职场爸爸谈言 其实目前没有真正自己可以支配的零用钱 比例不但略高于去年的65.3% 而且这也代表着自己的收入可能要优先全数支付家用 而职场爸爸每天实际投入工作的时间 平均为10.4个小时 而且自认日工时达到了12小时以上的 更占了24.8% 其中呢 在9个小时以上的合计供债81.6% 代表大约有8成2的爸爸 恐怕陷入了过劳的风险当中了 同时呢 每个礼拜职场爸爸平均要加班3天 其中甚至有2成4的人 每周加班5天以上 几乎是天天都无法准时下班的 等于是也大大压缩到他们陪伴小孩的时间了 而职场爸爸自评 目前的生活疲惫指数 平均落在79.6分 更有不少爸爸认为 如果配偶的收入足够的话 接近8成的他们愿意当家庭主夫 但只有48.1%会下厨 看来呢 爸爸们的压力真的不小 礼拜四就是父亲节了 记得呢 要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之外 还有爸爸您真的辛苦了 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全球面临大股灾 台股昨天下跌超过了1800点 各界认为将进一步的影响到房舍了 专家李同荣就说了 新清安的贷款案 专案之后呢 后遇症是越演越烈 加上亚洲股市在日股领跌下 几乎是集体的崩盘 台股半个多月来 重挫了18.8% 对市场资金流动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新清安加上了股灾 将会引发房贷的大风暴 房市正在面临三大崩坏了 李同荣分析 新清安贷款成就了不少青年 资产成家 但也引发了不少假新的需求 短期内供需失衡 以致更拉高一金斗顶的房价了 也助长市场的投机氛围 年轻人所获得的利息补贴金额 却远不及被拉高的房价 政策是一得两失 可谓是必大于利 然而更大的后遗证 是大量增幅的新清安贷款 加速了银行业的贷款 额度去满水位的状态 银行所及除了房贷不易 也更排挤到中小建商的 土建荣生贷了 各大银行开始采取了 战刑收件或者是战延拨款的措施 李同荣就分析了 近期的亚洲股市崩溃 主要原因在于 美国的经济数据不佳 还有企业财报不利的消息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级 等等的三大因素 导致投资人纷纷的趋避风险 此时出于高档的台股 当然也经不起利空吹息 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而房贷的满水位风暴 如果不及时的停出对策 市场将会产生三大严重的后果 哪三大呢 马上带你来看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墙贷乱象越演越烈 目前呢银行的不动产 放贷平均的水位高达了 百分之二十七到二十八 至于小咖的建商与弱势 购屋的民众则需要排队贷审 或排队贷拨造成浮墙 不服弱的市场乱象 这也是清清安造成的排挤效应 最后排挤的仍然是后段班的 新清安与购屋的弱势 第二呢就是房贷纠纷层出不穷 现在可能会面临建商的分户贷款成数不足 或者是因为贷款困难延误交屋 至于利率偏高的窘境 第三呢就是触发孝心建商的倒闭风潮了 不过呢股房联动究竟有没有定律 房仲统计了七次的股灾当年 与其前后的房屋买卖的移转量 其中2003年的SARS 还有2018年美中贸易战 跟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股灾 当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反而是成长的 显示虽然有股房联动的状况 但股灾与房市成交量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 不过呢也有四次的股灾当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出现了下滑 其中呢就包含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2011年的美债危机 2015年的中国股灾 以及2022年FED停止QE等等的 当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都与去年相比出现了跌幅 专家赖智厂他也说了 他说2020年新冠肺炎侵袭台湾 央行立刻降息一马 而且美国无限QE导致市场热钱丰沛 资金流入了房市 此外2003年的SARS 当时呢土增税减半征收 资金而不动产的交易 可见政策与主要国家的经济策略 影响房市非常的严重 而且呢欧赖智厂也认为了 不少民众认为股市重挫可间接的冲击到房市 其他抢劲房市的低点 虽然说确实有股房联动的状况 但是呢房市的表现总是会慢半拍的 而且呢由于房市的物件流动性比较低 市场传闻投资客卖房旧市 恐怕就是原水却救不了近火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好前段时间开米台风的过境侵袭 造成南部有许多的货轮搁浅了 在甄文西出海口的凯塔号杂货轮呢 这个货柜掉落散落海中 货柜中的肉品也开始散发出恶臭 并造成了附近养殖蛤梨是大量死亡 渔民出谷损失达到500万元 海岸边支离破碎的货柜被吊起等待清除 远远望过去一艘船还卡在海中难以打捞 开米台风过境 台湾南部沿海多达八艘货轮搁浅 其中为在甄文西出海口的这艘 凯塔号杂货轮货柜掉落 货柜中的杂货在海上漂流一周 散落海中的生鲜肉品已经发出恶臭 这甚至影响到当地养殖业 让渔民叫苦连天 渔民叫苦连天 像他们说丹波那样货 有时候会很久 对不对 我们有差点 今年还要搞了 要再留本期买回来 像我们一个人 他只要四五百万 虽然货轮公司释出善意 表示会负起相关责任 但渔民还是希望经费能来得及时 否则这短短一周就损失了四五百万 接下来该如何维生 欢迎新闻成一位宋军 刘备摇台南采访报道 面对争议 林玉婷18岁穿和服的画面曝光 难得展现甜美的一面 有点累的好 冷静 清秀脸蛋还留有几分稚气 林玉婷18岁青色画面曝光 穿上浅蓝和服 画淡妆贴假睫毛 网友大赞好可爱 要假 汉老师学习日本舞以及茶道礼仪 有模有样相当有气质 难得展现柔美的一面 怎么看就是女儿生 不过国际权总却指控他 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 性别检测异常 而他们就是女孩子 也不知道被检测是有问题的 2023年是要怎么去提证明 然后被检测说有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地方 我经常去到那里 我经常去到那里 龟打墙 达非所问 还扯上两岸政治 惹猫所有国际媒体 中华奥会也硬起来 已经违请律师 发警告函给IBA 保留法律追溯权 必要时将会提告 他自己从小到大 也都是女性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 他不是女性 然后要去参加男性的比赛 或是就撤销他的奖牌 希望选手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受影响 然后呢就发挥自己的实力 然后为台湾再争取更好的国际荣誉 警察出来都是女生的 又不需要再多质疑了吧 坚持所爱 然后我们就是台湾都会为你加油 台湾人跳出来声援 主持天后力经也发声 JK罗林趴在地上坐桥 你已经赚近几百亿的广告费 港星黄秋生也说林玉婷 真的很厉害勇敢 什么地方都有蠢人 有了台湾及国际友人力挺 林玉婷越战越勇 8号凌晨将出战四强赛 向世界证明 美丽与勇敢 不是只有一种样貌 欢迎新闻客观成大圈 还在台北参访报道 庆祝台湾选手奥运夺牌 餐饮业也陆续推出各种优惠 像是名字当中有林 杨 任一字吃火锅打五折 还有自助餐吃到饱 业者也推出 和夺牌选手一字同名 或者是谐音 想七八折优惠 大抢奥运商机 而台北市包括了 动物园 儿童乐园 运动中心游泳池 都祭出限时免费 要庆祝奥运的好成绩 中华队加油 全民封奥运 要为中华队集气应援 截至8月6号 台湾好手四面将拍入带 民众还翻 业者也乐得大放松 鲑鱼 鲑鱼 各式各样撒稀米 让人看了胃口大开 六幅万宜酒店 叙日餐厅buffet 8月31号前 只要你的名字 和中华队多牌选手 任一字相同或是同音 用餐享有七八折 为了响应这个 四年一度的运动盛事 加上不少选手 也都有好成绩 所以我们才会推出 名字同音的这个活动 另一头肉片 涮下锅 大口吃 好满足 麻辣集团限定五天 庆祝玉秋南双拿冠军 名字有林洋 任一字 本人半价吃锅 超赛的 很精彩 于秋 林洋配很厉害 台湾的选手加油 你们都好棒 辛苦了 除此之外 8月5号到12号 来台北市里动物园 找林洋 来张合照 送你小礼物 北市12座运动中心 一整周健身房 游泳池免费入场 亚洲猫王 唐嘉宏 夺铜牌 手摇引 米克夏 再加码 草麦茶 乌龙茶 买一送一 为了庆祝台湾选手 夺牌 台北市儿童乐园 也祭出了优惠 本周五 免费入园 就是要让大小朋友 开心 动起来 免费当然是 还会再带小朋友来玩 同一天 带着悠游卡 来打猫懒 打五折 全台吃喝玩乐 优惠出笼 就是要和选手们 一同欢庆 台湾队加油 环宇新闻将下 与黄春轩 台北采访报道 好 再带你来认识 桃园市龟山国小 代表台湾赴韩国 参加世界少棒联盟 亚太季 中东区少棒锦标赛 他们7月时候 在韩国比赛时 抱回了冠军 拿下了亚太区代表资格 8月 小战们即将前进到 美国的威廉波特世界赛 而第一战将要对战 加拿大队 出赛前呢 全队特别去了庙里祈福 希望再创夹击 顶着艳阳 小将们将一球一球 奋力投出 台湾桂山国小 少棒队一刻 也不能松懈 要为即将到来的 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赛 做好准备 开心啊 能获得冠军去美国 这次你第一次去美国吗 对 他会不会成长 不会 很兴奋 你平常练习会觉得很辛苦吗 会 但是还是要撑过去 就能达到这样的成就 桂山国小少棒队成立于2002年 在教练李正达的带领下 已经多次代表台湾 参加国际赛事 他们更是在今年7月 代表台湾赴韩国 参加世界少棒联盟 亚太季中东区少棒锦标赛 不仅抱回冠军 还拿下亚太区的代表 其实桂山少棒队 已经不是第一次代表亚太区 前进世界少棒大赛 而盘点历年来 台湾曾17次夺冠 桂山少棒队 在2009年拿下亚军 2022年由台北市 福林国小代表拿下季军 2023年则是桂山国小获得季军 难的点是小朋友的视察问题 身体状态的调整 或者是当地的饮食的状况 看小朋友的适应程度到哪里 我们这次的水平行人员的翻译 本身也是有中医 也是中医博士的张先生 这方面在对小朋友的身体上 心理上 其实会有不错的调整 每一次出去都是想要 拿到最好的生计回来这样子 这次再度叩关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大赛 出赛前球员组队前往标力祈福 期盼在世界舞台上 有亮眼的表现 欢迎新闻 陈明燕宋军 桃渊 裁判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 打开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打开小铃铛